星期一都举行升国旗意识 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 校长说 学校的国程教育 也希望教导学生正面看内地的发展 如果我们学生建立了正面教育 是为国家好的 你进来提出一些意见 一些改进的意见 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 接受爱国教育的学生 对内地的看法一般都比较正面 改革开放到现在 我觉得他的领导已经进步了很多 不过这间学校也有个别的学生 不同意学校正是正面灌输过程知识 他说自己的看法 在学校属于少数声音 所以很少和老师同学 争论内地敏感和负面的议题 立场又不同的话 无论和老师大拗一场 何止谦说 学校老师并没有全面讨论六四事件 他去年在校外活动 认识了一些其他学校的学生 了解多了内地的问题 还去参加六四晚会 他说 看多了有关内地不同的信息 更加令他质疑官方维稳的做法 他现在的维稳的开资 比他的国防开资 其实的原因 从他之后很简单就是 他只是想巩固他自己的权力 巩固自己的政权 他还批评 新的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程 只是强调国家的正面成就 是硬消外国教育 有先电视记者刘浩潮报道